好 许泳洲现在逆转无罪了 那么之前被驱打陈昭枉死的江国庆 当然就没有那么幸运 听到现在许泳洲无罪的消息 江妈妈也说将心比心 希望以后真的是要有证据才能够判刑 不过江妈妈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原谅军方 尤其是陈兆明等人 她对于陈兆明等九名军官现在也提告了 不过到现在还是两度不起诉 江妈妈现在不气馁 她说一定会告到底 希望用法律制裁这些军官 还给儿子一个公道 信心女童性侵命案 儿子江国庆冤死 听到涉嫌人许荣洲逆转无罪 江妈妈将心比心 希望法律误网误众 不愿再有人 重演江国庆悲剧 思改会也对高院剔除许荣洲有瑕疵自白 遵守证据法则给予肯定 但执疑全案最关键 疑似有写长印的窗台幕条 竟不翼而飞 只剩下照片无法做血迹比对 军方则无旁贷 这个案子从来就没有破了 那又回到原点 那请问一下该追究什么责任 这个幕条到底是谁保管的 我认为至少国防部应该先做行政调查 给社会的交代 现信女同命案 军方成为众矢之地 尤其江国庆遭驱打 成招冤死 江妈妈对陈兆明等九名军官 提告滥权 两度遭北剑以罪嫌不足 超过追溯其等理由不起诉 但都被在意发回 高捷署认为 以私行逼江国庆认罪 陈兆明等九人 在客观上能预见江国庆被枪决 如果杀人罪名成立 依照旧法并没有超过追溯时效的问题 陈兆明等人是否要为江国庆枉死 负起法律责任 还在持续侦查中 三类新闻纵包